老欢迎美意打回答一下臭宝的养化问题 这个臭宝乱你看这啥原因也不发眼 这水大 然后得过红蜘蛛 你看叶子背面是不是有些脏东西 跟我大舅子一样有点脏 水大了积水勿根了 现在还能救吗 我建议先干养 建议是先干养等干透了 用点杀菌药适当的来点薄肥 下个臭宝 我的猪育之暖菊花 去年秋天开始种 冬天怎么怎么地 现在怎么怎么地 该换盆的话 你可以尝试性的拿起来看看 是不是根系都长满了 换一个六大一号的花盆 把下面的黄叶子清理清理 来一丢丢的肥尿 多肥的尿才算肥尿肥料 下个这玩意 这两苗能牵插吗 他们现在的处境好尴尬 这两苗我不建议你现在去牵插 我建议你把你的盆花拿出去 多晒在太阳 它很长了的话你修剪修剪 边上如果说干枯死掉了 你就剪掉它就行了 慢慢地把它培养成一个主干 OK吗 你要是把它捡了千叉 基本也是差不活 妥协吧 妥协吧 拿出去塞太阳 你没有光照养不好 你摆个插桌上 可养不了这玩意 懂这事就行 你只要阳光给够了 水多点没事 只要不积水 我给你就是别老是用水泡的 这啥事没有 给一丢丢的肥料别给多了 下个最后说 这棵树买回来一年了 没有发过新芽 老的一直掉 本来就是缺肥料 你没有发现吗 还有一个就有点闷 你这个托盘不错 买的是我们家的 看的很像 上面的这个叶子 这个大叶子你给它剪一剪 稍微剪一剪 来一点肥料 好吧 现在就姜苗了 就姜住了你知道吗 就是 这叫对冲 也不叫对冲 这叫姜池 它又本身见不到什么阳光 它又没什么光合作用 再加上你这个盆土很闷 你很闷的时候它不长根 时间长了它还闷根 闷的时间长了就开始烂 明白了吗 就是根部需要氧气的呼吸 就跟我大舅子一样 就把大舅子埋底下了 它短时间可能没事 它时间一长了 它闷在里边 闷在里边它就烂了 明白了吗 一个道理 好吧 就关爱大舅子从我这起 把表面的土稍微挖一挖 适当的剪一剪上面 把花盆稍微垫高一丢丢 因为花盆带大闷根 来一丢丢的小肥料 适当的用点杀菌药 我看到叶子有点发黑了 好吧 就是烂根的一个前兆 像这么说 你看我这个小叶是难 黄花病啊 黄花病啊 我建议你把所有的黄掉的 先长出来的叶子 全部剪掉 就剪短一些 然后用一点繁肥水 正常给光照 黄花病啊 时间长了就不好了 要不然就嘎了 你画一画 我说黄花病啥意思 跟我大舅子一样 贫血 营养不良嘛 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就会贫血 长时间的营养不良贫血 老花盐 怎么有点像外星人啊 像刚包壳的莫乃伊 有一个道理 现在我说蓝蝴蝶 发黄掉叶 啥原因啊 谁还不掉俩叶了 你正常养就行 给点肥料的时候了 到哪 好吧 我看你放了几个粒 再多放几个粒 给茹光照 适当的控水 干了再浇 别的老是没事就浇我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下边叶子黄水很正常 你给我大舅子玩一圈 老花你大舅子掉了俩腿毛 这不很正常吗 谁不掉两根毛呢 好了 别的没啥觉不做 就点赞 我知道我发疑 眼花最转眼 白了是吧 嗨